我的生日 男朋友忘了我去和女哥们打游戏 约会时 男朋友在外面丢下我去陪伴停电怕黑的女哥们 好甜 感觉我的男朋友要谈恋爱了 那我当然是成全他们 可后来他打了无数视频 留了一百多条消息 在宿舍楼下等一整晚只求我见他一面 笑死 早干什么去了 咦 我和男朋友吵架了 昨天是我的生日 他早就答应我会和我一起度过 可他还是放了我的鸽子 我一个人坐在约定的地点等了一个小时 把他的号码拨了又拨 第三次铃声响起 电话终于接通了 可对面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喂 嫂子 羽阳跟我们一起打游戏呢 你没什么事就别打电话影响他了 说吧 那边便挂了电话 我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一时好气又好笑 那个女人的声音我记得 她是段羽阳的朋友之一 也是那群男人里唯一的女人 所谓的没有性别观念的兄弟赵一婷 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已经感受到了她的排挤 那天是段羽阳朋友们的聚会 我精心搭配衣服和妆容 甚至用了日抛卷了头发 看起来漂亮而不至于抢眼 段羽阳似乎对我的打扮很满意 一直牵着我的手不放 她的兄弟们一看到我们亲密的样子 就不停的起哄 赵一婷也是其中之一 她看我们牵着手面色不太自然 不过随即不客气的 把手臂搭在我男朋友的肩膀 举止亲密 同时目光冒犯的在我身上仔细打量 嫂子太厉害了 妆化的这么好 一点都看不出来平时是什么样子 我在心里冷笑一声 这是遇到了汉子茶 而段羽阳像是没听出来她的话外之音 那你也学学呀 我可不学 赵一婷不屑地撇嘴 说道 你看这梅甲花里胡哨 太影响打游戏了 怎么带你们这帮狗儿子飞呀 说到这 一屋子大男人立刻聊起游戏来 我从不玩这些东西 只能一个人坐在一边听他们说话 无形中被排挤 我有些无聊 却发现赵一婷露出得意的目光 哎呀 嫂子怎么不说话 我们以前都是兄弟局 你一来他们可能觉得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别介意呀 我挑眉 有意思 别人听了赵一婷的话 也以为我不说话是在耍小性子 纷纷看向我 看来到了我表演的时候了 我垂下头 眼眶立刻红了起来 哥哥这么厉害 我怎么会嫌弃呢 我只是好羡慕一婷可以和大家一起玩 哥哥 你也教教我吗 好不好 这话一出 其他人又开始起哄 老段 你女朋友怎么这么好啊 就是 我女朋友为了我打游戏 天天跟我吵架 段羽阳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掐了掐我的侧脸说 吱吱难过什么 我这就教你 段羽阳说着 手把手带我玩游戏 把我整个人都圈进了她的怀里 我邪逆赵一婷一眼 果然发现她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嫂子现在才开始学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和我们这种级别的人组队 我轻笑一声 柔弱无骨的依偎进段羽阳的怀里 哥哥 我也好想像一婷一样和大家做好兄弟呀 傻瓜 她在我的眼里和男人一样 你还是做你的小女生吧 我轻笑一声 看向赵一婷 知道我们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果然在我生日的这天 她又开始搞事了 啊 被挂了电话的我好气又好笑 但是内耗从不是我的风格 我火速约了闺蜜一起出门 今天带了日抛 还贴了仙子毛 不能为了一对狗男女白白浪费掉 闺蜜永远比男人靠谱的多 不到半个小时 她就赶到了我身边 不过除此之外 她还带来了一个小帅哥 徐文文拉着她得意的说 这是我亲弟弟徐静泽 长得不错吧 让她给咱们拎包 说吧 她又直指我对徐静泽说 我好朋友 灵芝 好看吧 徐静泽乖巧地打了个招呼 看上去少年气十足 逛街全城 她都十分静止地 冲到了工具人的身份 甚至每次都会在我们室穿衣服后 认真给出评价 这一点要比我男朋友优秀得多 每次陪我逛街段雨洋 都是一副想尽早结束的样子 让人觉得扫兴 我试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商场的灯光打在身上 显得格外有韵味 姐姐这样好看吗 我朝徐静泽眨了眨眼 他竟然红我耳朵 看起来还真是个纯情小男生 好看 他走到我身边 帮我理了下后腰的丝带 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冲过来推开了他 拽着我的手腕就要走 原来是我那个 在为电竞事业做贡献的男朋友 我皱着眉头 用力甩开他的手腕 刚想回去看看徐静泽的情况 又被段雨洋拦住 他满脸怒容地质问我 林芝 你最好把这件事解释清楚 为什么要背着我 和别的男人约会 就算我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你就不能打电话叫我一声吗 竟然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你还记不记得你是我的女朋友 难道我没有给你打电话吗 什么电话 我早就发现 赵一婷也站得不远处看着我们 看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段雨洋 去问问你的那位好兄弟吧 我推开他 走到徐静泽身边 徐静泽猜出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一脸警惕地看着段雨洋 你没事吧 放心 我没事 咦 段雨洋你怎么在这 徐文文的衣裳很复杂 现在刚刚换好衣服出门 就看见了几人对峙的这一幕 我也看向段雨洋 想听听他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这的 直到现在赵一婷才走了过来 嫂子 都怪我太大的咧咧 忘记告诉他你打电话来了 我一说要给弟弟挑礼物 雨洋就说要来帮我的忙 我们俩不小心把你的事给忘了 我们 很好 我看了一眼段雨洋 问他 在我的生日 先是和他打游戏放我的鸽子 后来又专门到商场给他挑礼物 你就是这么做我男朋友的 段雨洋像是才知道他做的是不妥 却还是强词夺理 我和一婷就是哥们儿 你又不是不知道 出了点误会你就能在外边找男人吗 段雨洋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徐文文这才知道我们之间出了什么事 他冷着脸说 这是我的亲弟弟 是我拉来陪我们逛街的 比你们两个的关系干净得多 赵一婷听了这话不乐意了 你说谁不干净呢 我说你 徐文文翻了白眼 继续对道 打着哥们的幌子 跟别人男朋友不清不楚 怎么你平时都是去男厕所吗 你 够了 段雨洋打断他说 给你弟买的礼物都挑完了 你先回去吧 你为了你女朋友把我扔下 赵一婷看着我的目光 就好像是我抢了他的男朋友似的 而我只觉得可惜 好好的一天被白白浪费掉了 三 冷战的状态没有维持太久 段雨洋自知理亏 这几天对我百般讨好 又当着我的面卸载了游戏 其实和段雨洋在一起之前 是我追的他 他是校篮球队的主力 高大帅气 有不少女生都很喜欢他 我也是其中之一 要追到他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我不停地在他身边刷存在感 关怀被制几乎到了滴水不漏的地步 一年的追求之后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正式恋爱之后 段雨洋并没有之前那样高冷 他喜欢我 我们每天都和其他热恋气的小情侣一样甜蜜 这次是我第一次生他的气 不过看在他表现良好的份上 我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段雨洋为了弥补我生日那天的遗憾 在周末陪了我整整一天 可在傍晚看电影时 赵一婷又冒了出来 段雨洋的手机明明灭灭 像是有人在不停地给他发消息 他显然心思也不在电影上 时不时就要看一眼手机 谁找你 我低声问他 段雨洋却一下子按锡了手机 他面带犹豫地说 一婷自己在外边租房住 说他那突然停电了 想让我过去帮他看看 好拙劣的说法 可段雨洋信了 你要去吗 我看着段雨洋的眼睛 他脸色闪闪 一婷是个女孩子 现在这么晚了还停电 都是朋友 他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啊 我忍不住笑了笑 女孩子 他不是一直自诩 是你们的哥们吗 又不是故意的 你总为难他干嘛 是我为难他 段雨洋别过脸 说道 这里离学校挺近的 你自己打车回去吧 说吧 他竟直离开了座位 他赶着去照顾他怕黑的女哥们 却把他真正的女朋友 独自留在外面 真是没意思 我也没心思在看什么电影 一个人沿着马路 慢慢往回走 路边有一家花店 还亮着灯 各色的鲜花 被暖黄灯光照着 让人忍不住 多停留几秒钟 芝芝 你怎么在这 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我回过头 发现竟然是徐文文的弟弟 他身上还穿着 硬有花店logo的围裙 你怎么也在这 他腼腆笑了笑 我在这勤工俭学来着 这么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 我送你回去吧 可是你不是在打工 没事 我这就下班了 他好像是怕我不等他的样子 飞快摘了围裙 和老板说了两句 就跑了出来 走吧 我送你 徐静泽朝气蓬勃的样子 总能给我一点安慰 回去的路上 我们不知不觉聊了很多话 原来他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今年刚刚大一 回到学校后 他一直把我送到宿舍楼门口 才肯停下 我正要进去 他拉住了我的衣袖 我们能不能交换一下微信 楼前的灯光有些昏暗了 可我却依然能看清 他脸上泛起的红韵 回到宿舍 徐静泽的好友 验证消息已经发了过来 他的头像是一只 带着花朵抱枕的柴犬 看起来和他一样 直率可爱 我点下了同意 却看到室友 一脸犹豫的打烊我 乐乐 怎么了 你看了可别生气 他把手机伸到了我面前 朋友圈里 是赵怡婷新发出的朋友圈 不论在干什么 只要我需要 好哥们就会随叫随到 配的图片里 是他掐着段宇阳的脸 嬉笑打闹 好甜 我的男朋友要谈恋爱了 四 分手吧 随便 这是我和段宇阳 最后一段聊天记录 我和他同院不同班 分手之后 遇见的次数寥寥无几 而徐静泽出现在 我面前的次数 越来越多了 一节大课结束 徐静泽果然又出现在我面前 芝芝 你下课啦 我买了今晚的电影票 要不要一起去看 我看他这样就忍不住想笑 我和你姐姐是好朋友 你叫我芝芝合适吗 徐静泽却不肯改口 小声说 就两岁 和同龄人有什么区别 我刚想接过他手中的电影票 却突然被撞了一下 我没站稳 被徐静泽一把扶住 段宇阳冷着脸看着我们 不耐烦地择了一声 他向着身后的赵一亭打招呼 走 咱们一块去吃饭 我懒得搭理他幼稚的举动 可是徐静泽先不愿意了 他一把揪住段宇阳的衣领 声音沉沉地说 你撞到人了 给他道歉 段宇阳从来没被这么对待过 两个人在教学楼里就动起了手 他们两个人动静闹得太大 其他同学也都跟着拉架 他们被一群人拦在中间 两个人脸上都不同程度地挂了彩 段宇阳还想上前 我忍无可忍 挡在了徐静泽身前 段宇阳 你闹够了没有 段宇阳怒气冲冲地瞪着我 林芝 我们两个人你选择维护他 不然呢 我昂起头 面对他的目光毫不躲闪 赵一平迫不及待地想展现一下他的存在感 林芝 你这可就太过分了 你们才刚分手多久就找到下家了 还是说上一次在商场的时候 你就 笑死 这话里话外不都是在暗示 是我劈腿 是我给段宇阳戴了绿帽子 他很着急挑拨我们 却忘了段宇阳最好面子 怎么肯当众被戴上绿帽子 你住口 不等我说话 段宇阳自己就打断了他 老段 哥们这可都是为你打抱不平 你怎么这样 赵同学 我第一次认识林芝的时候 是他上个月生日那天 而他的男朋友 好像一整天都在陪着你吧 徐静泽忽然伸手 把我拉到他的身后 气势逼人 我不明白 当天生日当天 抛下女朋友去 陪伴所谓好哥们的人 你们会有多清白 赵一平被戳中 支支吾吾的要解释 徐静泽却压根不给他开口的机会 第二次见到林芝 有意炫耀 班里的同学都看到了那条朋友圈 大家都是成年人 他心里有什么小九九 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人群里一时传出了些 窃窃私语的声音 我拉了拉徐静泽的一摆 算了 别和这种人置气 咱们走吧 徐静泽这次倒是胆大 竟然直接搂住了我的肩膀 他颇有些嘚瑟的说 我们还有事 就不奉陪了 他带着我转身离开 我头也不回 并不知道 现在身后的段宇阳 会是什么表情 夜晚 我和段宇阳 拉黑删除他 懒得想他看到红色感叹号后 会是什么表情 五 徐文文今天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实习 他专门凑了个聚会热闹热闹 我刚来到KTV 就看见两个女生 正在和等在外面的徐静泽搭讪 他一脸为难 连连白手 看到我之后 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我看见他快步跑到我面前 像一只欢托的大狗 我忍不住打去他 人缘不错呀 哎呀 你别笑话我了 你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 我当然知道他想说什么 但是现在显然不是一个好时机 于是我故意岔开了话题 走吧走吧 你姐姐还在等着咱们过去呢 徐静泽只好把话咽了回去 我走在徐静泽身后 手机突然收到了两条消息 是段宇阳其他的朋友发过来的 林芝老段喝醉了 一直在叫你的名字 你能过来一趟吗 他和一婷真的没什么关系 都是误会 你听他解释解释吧 我看了眼位置共享 好死不死 就是徐文文约好的这家 徐文文喜欢人热闹 叫来了不少朋友 包厢里吵得不行 我唱歌是出了名的五音不全 不想在这么多人面前丢脸 于是默默地窝在角落吃果盘和饮料 徐静泽如影随形 也坐在我身边不肯走 徐文文唱完了歌 不满意地坐在我们身边 你看看你们坐在这干嘛 快去一起玩啊 我连连摆手 大小姐放过我吧 我唱歌的实力你是知道的 徐文文推了一把徐静泽 那你去给大家唱首歌表演的节目 徐静泽一脸哀怨 姐我都已经是大学生了 你怎么还搞这套 徐文文一屁股坐在我们中间 硬生生把徐静泽挤走 徐静泽点了一首歌 跟着节拍唱了起来 他唱歌很好听 声线轻烈温柔 合着缠绵的音乐 让人忍不住想到剩下的烦心 徐文文撞了下我的肩膀 问我 哎 怎么样 好听 谁跟你说这个 他一脸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又朝着徐静泽几眉弄眼 我弟 全是理科状元 可聪明了 而且又高又帅 怎么样 心不心动 我 哎呀 我都看出来了 徐静泽已经放下话筒坐了回来 他一脸腼腆 还露出一点求表扬的表情 芝芝 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 我顶着徐文文调侃的目光 夸他道 特别好 比我唱的好多了 是个人就比你唱的好 夸得走心一点吗呢 徐文文损了我一句 连忙拉着徐静泽坐在我身边 笑得一脸荡漾 你们两个好好聊 好好聊 是个人都看出徐文文是什么意思了 我和徐静泽之间的气氛 突然干尴尬尬尬的 沉默片刻 我蹭的站起身 我饮料喝多了 去上个厕所 那我也 徐静泽下意识站起身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后 轰得红了一张脸 他重新做好 娜娜道 那我等你回来 我关上包间的门 隔绝了嘈杂的音乐 世界一下子安静不少 徐静泽很好 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我刚走出两步 突然又听到一个人 惊喜的喊我的名字 林芝 我就知道你会来 我看过去 说话的正是给我发短信 要我去见段宇阳的那个朋友 该死 怎么把段宇阳这是给忘了 六 你误会了 我只是凑巧在这 不是来见段宇阳的 我想赶紧离开 段宇阳的朋友 却拉着我不让我走 这种时候你就别嘴硬了 当初你追老段追了一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是真心喜欢他 可我现在真的不喜欢他了 我懂我懂 为了赵一婷是不是 他大大咧咧惯了 你跟他叫什么针 回头我们大家肯定让他跟你道歉 不是 你真的误会了 行行行 你怎么说都行 先去见见老段吧 他刚才喝多了一个劲 喊你名字呢 KTV里的人来来往往 这样拉拉扯扯实在不好看 算了 见就见 有什么话就一次说清楚 他的朋友见我不再离开 一路上叙叙叨叨段宇阳这段时间 是多么惦记我 可等到他一打开包厢门 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段宇阳的确喝多了 可他一时还清醒着 正用嘴巴叼着一张扑克牌 赵一婷凑近他 同样用嘴巴叼走 两个人近得快要接上闻 看到我们两个站在门口 包厢里的人一时都有些慌乱 段宇阳像是大梦初醒 一把推开了赵一婷 手忙脚乱的来到我身边 握着我的手腕 芝芝你误会了 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那你说事情是哪样的呢 好兄弟之间的小游戏 我平静地问他 心里却在想 反正人家张飞和关宇不这样 段宇阳似乎很想给自己的行为 找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他芝芝无误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 原来他也知道这样是越界的 我没了耐心半天没回去 说不定徐静泽会出来找我 怎么样都无所谓 我说了是凑巧路过 我刚刚只是喝多了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别和我生气了 咱们还像从前那样好不好 我使劲推着他骂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 赶紧给我放手 我们早就分手了 不行 我还没同意 我不许你说分手 跟这个罪鬼真是没道理可讲 他的朋友们也怕他做出什么事 纷纷过来把他往回拉 突然一阵强大的力道 把我带离段宇阳的身边 我抬起头 徐静泽脸色不善 夏合线紧紧地绷着 段宇阳看见他 就像是看到仇人一样 立刻红着眼睛 就要冲过来打架 一阵乱糟糟的阵仗过后 众人拦着段宇阳 我被徐静泽牵着 离开了那个地方 临走前 我看到赵一婷死死地盯着我 像是恨透了我 气 徐静泽牵着我 却没让我回去 而是拉着我到了KTV的外面 一阵晚风吹过 我感觉自己的头脑 比刚才清醒了不少 徐静泽还是一脸不高兴 但是他没问我 为什么会和段宇阳那些人在一起 我刚刚唱的歌 好听吗 我愣了一下 好听啊 那你知道那首歌的名字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 确实没有听过 他抿了抿嘴唇 终于鼓足勇气 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 那首歌叫告白 我是唱给你听的 我 你先别说话 徐静泽伸手捂住我的嘴巴 喋喋不休 我知道你刚分手不久 我也知道你追了那个混蛋一年 说不定现在心里还有他 但是我能等 他坚定地对我说 我喜欢你 但我不会现在就逼你选择 我会等到你的心里 真的没有他的那天 傻瓜 我早就不喜欢他了 但是我只是推开他的手 笑了笑说 好 如果现在就答应他 这个傻瓜 说不定会以为 我现在是因为段羽扬在说气话 回到宿舍 我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突然是有急促地喊着我的名字 芝芝 你快看楼下 我好奇地向外张望 在楼底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段羽扬 他怎么在这 恰巧这时他也抬起了头 两人目光相交 我一下子缩了回去 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现在是夏天 他在外面一晚上也不会出事 我上了床 手机里的消息叮叮咚咚响得不停 一个陌生号码 不断求我出去和他见一面 想也知道这是段羽扬的小号 这声音吵得我心烦 干脆关了机 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 宿舍楼下一片热闹 乐乐一脸八卦地凑到我身边 那个汉子茶也来了 我皱皱眉走到阳台 就看见段羽扬竟然还站在楼下 和赵一婷拉拉扯扯 段羽扬 你能不能有点骨气 站在这让人笑话有意思吗 段羽扬对他没了平时的耐心 挥开了他的手 都是你的错 如果不是你 芝芝才不会离开我 赵一婷和他又拉扯一番 最后被气得丢下他独自走了 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人甚至还拿出了手机拍照 我无奈福 为了不让自己的八卦出现在表白墙上 还是下去一趟的好 段羽扬的眼睛时时刻刻顶着宿舍楼门口 眼见我出来 他又冲了过来 我向后退了两步 警告他 好好说话 不要动手动脚 不然我就回去了 段羽扬不敢再激怒我 只好老老实实退了两步 芝芝 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我不该有了你 还和别人这么亲密 都是赵一婷的错 如果不是他挑拨 我们不会这样的 我听了他的话 气急反笑 段羽扬 到现在你还觉得 这是别人的错吗 他是作风不好 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是的 芝芝 我是真的喜欢你 你是喜欢我 可你也喜欢别人对你好 我直截了当地戳穿他 你会不明白 赵一婷是怎么想的吗 你只是知道我喜欢你 以为你怎么做我都会忍受 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地 享受赵一婷的暧昧 不是的 段羽扬脸色发白 想辩解却找不出理由 竟然反问我 林芝 你不是喜欢我吗 你当初能追我一年 为什么现在说不要就不要我了 是不是因为那个徐静泽 少用你肮脏的思想揣测我们 我深吸了一口气 我当初是喜欢你 勇敢地追求喜欢的人 我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可是在感情中 两个人是平等的 我绝不会为了喜欢放弃尊严 何况我发现 你并不值得我喜欢 段羽扬 你听好 我不喜欢你了 说吧 我不再看他的脸色 直接转身回了寝室 现在 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都解决好了 只剩下了一件事 我要告诉那个大男孩 徐静泽 我也喜欢你